你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来新加坡打拼呢 现在新币一块已经等于马币三块半了 2016年我和大家一样来新加坡工作 那时候的薪水是新币2200 历日每夜要存下新币1000块 每天省吃兼用 就是希望可以存下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我发现一次次的旅行和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数 我的储蓄就不知不觉变少了 自己需要挂更大的力气去补这个坑 当下我觉得卡着了 有钱成功的人不可能是这样理财的 于是我开始学习投资理财 很幸运遇上了会理财的另外一半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成到了备用金 并把剩余的钱用于投资提升 2019年我们结婚了 2020年我怀孕有了小孩 我们的新屋也将娓娓到来 生活的进步让我知道 必须要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增值 所以每年的我都会复盘自己的财务状况 加强理财投资 也这样成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其实有谁不会为钱的烦恼呢 因为有了明确的规划 我发现 其实过去的布局和决定 让我现在可以少烦恼一些 多成长一些 如果现在的你卡住了 我希望你不要灰心 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 成为更优秀的自己